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提到罗汉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平时咳嗽喉咙有痰的时候 大家都会泡一点罗汉果水来喝 虽然罗汉果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 具有止咳化痰的作用 然而是要三分毒,罗汉果泡水也有讲究 如果不注意,不仅对身体带来没有好处 反而还会损害到人体某些器官组织 关于罗汉果的药用价值 罗汉果胃肝,里坛火,咳嗽 本草纲目中记载,罗汉果肝而凉,清肺止咳,润肠通便 此外,罗汉果还具有止咳清热,凉血润肠,止咳瘦,血躁未热便秘等问题哦 那么,根据现代医学对罗汉果的研究 表明,罗汉果除了止咳化痰以外 还具有清热解暑,身经解咳,清肺润肠等功效 能够调节人体免疫系统 增强人体的解毒能力,抵抗力和消炎抗菌能力 可治疗脂气管炎,咽喉炎,便秘,高血压等等的疾病 那么,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罗汉果红枣糖水 大家要记得了,如果罗汉果泡水饮用不恰当 就会发生三种副作用,对身体产生一定的损害 我们来一起了解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先将罗汉果清洗干净 罗汉果清洗干净后,我们拿出一个小铁锤 将它敲开 敲开后,我们放入一个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需要五个去核的红枣 我们将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我们将它拿出 然后将它切片 切好后,我们放入一个碗里备用 就这样,我们两个主要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大约900毫升 将我们的罗汉果加入水中 以及我们的红枣加入锅中 现在我们开大火将它煮滚 那么刚才小编所说的,如果罗汉果泡水 罗汉果泡水喝其实对保护着我们的肠胃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长期喝罗汉果水不仅对我们的肠胃没有好处 反而会使得我们的肠胃功能蓄乱受到影响 因此如果想要调养肠胃 短期可以喝点罗汉果水 另外,长期饮用会引起上火问题 很多人都会拿晒干的罗汉果泡水喝 并且当水饮用 然而,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罗汉果味干性凉 长期饮用容易造成上火 所以,泡罗汉果水的时候 可以添加一些具有清凉降火的食材 再来,小编还要提醒大家 有些人的体质比较寒凉 如果日常想要喝罗汉果水 建议最好在水中加几片生姜 来综合罗汉果的寒凉 但如果你是体质比较敏感以及严重寒凉的人 建议不要喝罗汉果了 因为很容易造成过敏 以及体质含凉病情加重哦 最后,小编还要提醒大家 由于小孩子发育还没完全 肠胃比较脆弱 所以在给小孩泡罗汉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罗汉果的分量 水煮滚后,我们即可关小火 让它熬煮半个小时就可以饮用了 就这样,我们的罗汉果红枣糖水就做好了 罗汉果具有清热解锁,化碳止咳 凉血疏骨,清肺润肠以及身经止咳的作用 但是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罗汉果并不适合脾胃虚寒人群 所以这些人群并不适合喝罗汉果红枣糖水哦 相信大家看完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罗汉果红枣糖水后 一定知道自己的体质是否适合喝罗汉果红枣糖水 若你的体质比较含凉 可以在水里加几片生姜哦 希望大家喜欢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罗汉果红枣糖水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按赞和订阅哦 谢谢大家